它打擊最大可能就是台灣啦 中國大陸啦 可能日本啦 可能是這個東南亞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對美國的這個出口都非常的巨大 而且成長很快 所以如果它真的 它的經濟萎縮了 它的進口減少了 這些國家都跟著會受到影響 然後呢 這時候還會有一個因素 那就是 在它繼續不斷地這個升息的時候 美元的價值不斷升高 那其他國家的貨幣就一直貶值 尤其是日元 日元現在已經貶到135 它如果再繼續貶到140 它還會認為可能會出現危機 而且別的國家可能會 亞洲國家 會跟日本競賽去貶值 因為這個貶值跟出口有關 當它貶值太厲害的時候 日本的出口品就會排擠其他國家出口品 包括南韓啦 包括台灣啦 所以到時候呢 可能就 房屋貸款 你盡量不要去碰它 因為你不知道未來20年 你的房貸負擔會有多重 那另外就是呢 你對於那些 將來它的報酬率 可能會低於利率的這些投資呢 你盡量縮手 如果有的話趕快把它放手 想辦法去找那些報酬率 會高過通膨率的這些東西 那當然有人會說 就說買黃金啦等等 是不是適合 買黃金呢 通常就是看你要對抗通膨 的決心有多強 因為在通膨很嚴重的時候 黃金是可以保值 但是它沒有報酬 那如果通膨很快就壓下去了 就發現經濟衰退了 而你的黃金沒有報酬 那是很大的損失 所以這時候還是去好好去找尋就是 它的行業最近表現不是很好 因為它的這個電動車的競爭者 越來越多了 所以它已經開始在裁員了 好像現在已經裁了 全球裁了14% 所以它預言它本身的這個行業呢 在衰退 我想這個是正確的 但是它的預言是不是可以 把它放大到全部的產業呢 這個其實還要觀察 它講的那幾個原因當中呢 有一個呢是很確定 就是加密貨幣崩盤 加密貨幣崩盤這個我們已經很明顯看到了 尤其像這個比特幣 它已經崩了大概三分之二了 以太幣也崩了三分之二 情況都非常嚴重 而且馬斯克本人呢 最近呢被人家告了 因為它一直在操作這個狗狗幣 投一個重要的變數就是利率 利率如果繼續升高的話 那麼對於當初這個以低利率 這個購買房屋的人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那第二就是 當這個利率升高又加上縮表 資金開始收縮的時候 這個全球的這個資金水位降低 資金水位降低 所以投機的市場通常受的影響是最大的 那其中就包括股票市場跟房屋市場 所以房屋市場的這個房價呢 是一定會往下掉 可是在房價往下掉的時候呢 它還要見到一個因素 就是建築成本是不是在升高 如果建築成本升得很高 而這個房價呢又不能夠不降低 中間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很多現場可能會倒閉 房屋的建築呢可能會減少 那這樣的話又可能會使得 房屋的供給減少 所以房價呢也可能 我們希望美國的經濟減少 我們希望美國的經濟減少 我們是認識的 我們是認識的 有一個階段 去避免疫情 在美國的經濟減少 我們也要認識 我們目前看起來 這些就是主要經濟體的升息 然後再加上俄武戰爭 然後再加上俄武戰爭 然後疫情 我們有沒有哪一個時間點 例如說幾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需要去觀察 它可能是一個最大的變數 可以走好或走壞的 一個關鍵時點嗎 頭一個就是烏爾戰爭 烏爾戰爭就是最近就要密切觀察了 最近應該就是那個關鍵期 就是隨時都有可能停火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疫情 因為疫情現在在全世界都慢慢都把它當成是流行病 所以疫情這個因素已經慢慢在結束了 現在在看 當其他國家在解封 從在疫情的這個影響這個解除之後 對於他當初因為疫情而產生的這些障礙 什麼時候排除 比如說他有很多這個貨運司機 他們都找不到司機了 他們都退出了 這些貨運司機什麼時候會回來 或者港口的擁栽什麼時候可以完全讓它疏通 或者說這個港口的檢疫 是不是可以什麼時候可以再簡化等等 這個是另外一個 不過這個應該可以說是正在進行中 所以情況會一天比一天好轉 那至於說是供應鏈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如果美國的拜登總統 把一部分的中國大陸的這個出口品 他的關稅 複雜關稅解除了 那個應該會使得美國 至少美國的通膨會減輕一點 因為這個是美國政府內部在糾纏的事情 因為他的貿易代表戴琪反對 但商務部長啊 都贊成 所以拜登好像也 不知道是拿不定主意還是怎麼樣 對,報告說 報告說 陳代表戶默放在嘻子中 會跟他報告說 有什麼關係 我筊放在嘻子中 我沒有設定 一場 所以我沒有在嘻子中 腦裡的疏頭 不过最近他可能要跟习近平要通话 也许在通话之前这个问题会解决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密切要关切的一个变化 大概就是这些 老师会不会在8月的时候 我们更可以看出局势会不会有一些转变 因为我想说6月升息3码 7月如果再升息3码 那8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 连续两次升息3码之后 他的这个通膨有没有压下来 如果看起来还是在8左右的话 那代表说因为他现在已经缩表 6月开始缩表 7月8月然后9月会加大幅度 加大一倍的力度 所以在8月的时候看得出来 如果通膨还是在8左右 或者是7点多 那代表说他的这个升息手段没有很有效 那他的经济成长率又再往下调的时候 代表我们可能就要更加的小心了 照目前情况来看 让通膨恶化的因素好像慢慢 在减少在减弱 所以如果再加上他这样一次一次的升3码 有可能就会使得到6月的通膨数字 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 那如果是到8以下的话 他就会使得连续会恢复他的信心 他可能会继续愿意采取这个手段 但是就怕就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连续两次三码 美国的经济会不会是人受到打击 如果受到打击的话 他当然会影响到这个联组会的决心 而且他的经济说要打击 其实会联动到就是全世界其他的经济体 他的经济成长率其实都会是连带的影响 因为他到时候他的消费意愿 只要是降低的时候 他的进口品就会变少 然后相对如果因为我们都是出口国家 所以到最后我们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 对所以他打击最大可能就是台湾啦 中国大陆啦可能日本啦 可能是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都非常的巨大 而且成长很快 所以如果他真的他的经济萎缩了 他的进口减少了 这些国家都根本会受到影响 然后呢 这时候还会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在他继续不断的升息的时候 美元的价值不断升高 那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一直贬值 金融政策については為替にも影響を与え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すが 一方で中小企業 零細企業の金利等にも影響を与える 景気にも与えるものであり これは総合的に金融政策は判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そして今の物価高騰はこのエネルギー そして食料品の価格高騰が中心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 そこに政策を集中する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尤其是日元 日元现在已经贬到135 他如果再次贬到140 大家会认为可能会出现危机 而且别的国家可能会 亚洲国家会跟日本竞争去贬值 因为这个贬值跟出口有关 当他贬值太厉害的时候 日本的出口品就会排挤其他国家出口品 包括南韩 包括台湾 所以到时候可能就会南韩 台湾 都开始要大幅度贬值 来保持跟日本产品的竞争力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竞变 那可能会造成一个乱局 可是竞变的话 然后我们的物価要变更 当然 就等于是 你到时候为了要保持你的经济不衰退 要保持出口不会 那这个严重的流失 那就牺牲通货膨胀了 所以M型化就会更严重 因为出口这些产业的员工 他会是获利的 因为他薪水会变高 然后我们这些 就服务业薪资就已经不太涨了 然后物价也一直高 所以就会变得更穷 在这个时候 大概没有人管这个所谓分配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 全球战经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有个观众啊 他其实还蛮推荐一本书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那个 老师之前也一直讲到 那个Volker的那个 他有出一本书叫主席先生 那他里头他看完之后 他建议大家可以去买 我已经买了这本书 其实还没有时间看太忙 然后他就有讲到说 其实这个联准会 不是一个实职的独立机关 尤其是看到他书里头 写到一个他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那个雷根总统 就找Volker去白宫开会 然后可是呢 他没有让他去这个总统办公室 他叫他去那个阅览室 最主要是因为那个白宫的办公室 总统办公室里面有录音 所以呢他是把他叫到那个阅览室 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 这次不要生息 然后所以他说从这个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联准会并不是一个实职独立的机关 他其实受到现任总统的干预 其实还蛮多的 换言之就是现在这个联准会主席 其实鲍尔也一样 所以他的每次的升息的这个政策跟幅度 其实还是受到这个总统的干预很神龙 其实像你刚刚讲这个Volker 提到就是雷根总统要找他 劝他不要生息 可是据说好像他当时本来就没有生息打算 而且就是总统 他是没有权利去干预联准会政策 而联准会的主席也没有责任要听总统的吩咐 所以即使总统是找他去密谈 找他做什么事 他会不会做呢 要看这个人 看这个联准会的主席 他本身 他的为人 他对他的工作 他的认知 他对独立性是不是尊重 所以Volker可能他就不会在这个总统的这个威胁之下做什么事情 那鲍尔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鲍尔他事实上他原来不是一个专家 他是一个外行 所以他是一个政治性很高的一个人物 所以因此这个任命到底跟政治人物之间的关联有多强 没人知道 所以对鲍尔我不清楚他对有没有受到影响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acutely aware that high inflation poses significant hardship especially on those least able to meet the higher costs of essentials like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We are highly attentive to the risks that high inflation poses to both sides of our mandate And we're strongly committed to returning inflation to our 2% objective AP released a new poll with the Norx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它 shows just how bleak Americans are feeling about their country. And that's bad news for President Joe Biden going into November's midterm elections. His own approval rating is roughly around recent lows at 39%. But there's something even more devastating, and that's that Americans feel that they're losing confidence in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is headed. Only 14% said the U.S. is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many of them feel that it'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But I can see it as if he's facing the U.S. presiden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r the other election, it's quite close. So I don't know if he's going to be影響. But it's completely un-ordered. Just to see if this person is what's going to be. Because he said, can you please let me just pause? 就是70年代的这个通膨啊, 那个Worker上台的时候, 其实联署会已经开始升息, 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货币紧缩政策,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降低通膨, 那基于现在这个当下, 因为后来他是一口气深了很多, 那基于这个当下, 我们现在有天量的货币攻击, 是否也面临70年代, 甚至是更严峻的状态? 近年代那个时候呢, 美国的通膨是很严重, 14%啊,16%都出现过,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通膨要不下来, 所以最后就找了这个Worker来当主席, 那Worker他应该也尝试很多方法, 最后呢,他终于认定就是, 他必须要把利率升高, 用这么强烈的手段来对抗通膨, 所以他费了很大力气去说服这个联织会其他委员, 终于说服之后呢, 他就在1979年就3月, 就终于就把这个利率提高到20%, 结果看到什么效果啊, 没有,没有效果, 就有经济水平, 通膨没有压下来, 反而在升高, 经济更繁荣, 不是经济就陷入衰退吗? 经济更繁荣, 所以他的这个政策, 是反反复复一直在调整, 而美国的经济都说也是七七复复, 但是没有衰退, 都到什么时候衰退呢? 到1980年的3月, 那个时候呢, 卡特总统他发表一次演讲, 那个演讲就劝美国人不要大量的去借贷来消费, 尤其不要用信用卡来消费, 他说用信用卡的借贷来消费, 就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 结果没想到这个演讲生效, 大家就突然之间都不用信用卡消费了, 美国的经济就从那个时候就崩溃了, 所以美国经济的崩溃不是他把利率掉到20%造成的, 是卡特总统的那一期演讲, 让大家不要用信用卡来消费, 让美国经济崩溃下来, 而那个崩溃呢, 一直到1983年才慢慢恢复, 而那个卡特总统发表那演讲的时候, 正好是他要竞选的前几个月, 所以他当然后来就落选了, 就被雷根选上了, 看目前的这个状况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目前的状况是, 到底这个升息多久之后会带来衰退, 还不知道,还看不出来。 Chair Powell, will the Fed's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bring food prices down for families? I wouldn't say so, no. The reason I raise this, and the reason I'm so concerned about this, is rate increases make it more likely that companies will fire people and slash hours to shrink wage costs. Rate increases also make it more expensive for families to do things like borrow money for a house, and so far the cost this year of a mortgage has already doubled. 所以他们现在就继续不断地这样升息, 一方面看看通膨是不是压得住, 一方面看一看就是什么时候经过衰退。 所以变成是他们现在是且战且走的状况。 对。 其实现在我们节目的美国观众还蛮多的, 然后我发现那个美加地区有十几%的比例还蛮高的, 那有观众就有提到说, 因为他在美国, 那他如何在现有的投资项目上面降低投资的损失呢? 其实我们在以前已经讲到过, 就是在利率开始往上升的时候, 你大概要注意就是, 像这个房屋贷款, 你尽量不要去碰它,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二十年, 你的房贷负担会有多重。 那另外就是呢, 你对于那些将来它的报酬率, 可能会低于利率的这些投资呢, 你尽量缩手, 如果有的话赶快把它放手。 想办法去找那些报酬率会高过通膨率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有人会说, 就是说买黄金等等是不是适合。 买黄金呢通常就是看你要对抗通膨的决心有多强。 因为在通膨很严重的时候, 黄金是可以保值, 但是它没有报酬。 那如果通膨很快压下去了, 就发生经济衰退了, 而你的黄金没有报酬, 那是很大的损失。 所以这时候还是去好好去找寻, 就是你的投资报酬率呢要很稳当, 不会受到通膨或者经济衰退影响, 而报酬率呢又可能会比通货膨胀率高的。 这种就应该去选择。 其他的就尽量避免。 我认为了解决定的信息, 他们将会得到达到达到达到4% 例如变化率、变化率、货币市场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 我觉得做得最好的事是一样的事 就是要确定你选择好的公司和销售 解释的根本 这是一种投资方式的方式 会保持你的问题 尤其像科技股它的殖利率 看起来上来都蛮低的 所以科技股的部分 可能大家就是要小心一点 如果利率升高那么多 就比你的殖利率还要好 然后再加上如果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的话 有可能在科技 因为他们很多 尤其现在很多IC产品 他们现在就是消费性电子上面 已经开始进入衰退的情况 订单也变少了 大家可能这些也都先不要碰 对 没有错 就是要观察两个 一个是报酬率 一个就是它的未来的展望 它到底能不能挺得住 经济涉退 而且如果手上已经有 这些资产的人 大家可能要去想一下 未来美国就会继续升息 美元会变得更强 那你手上资产去评估之后 会往下走的时候 你赶快现在先止损会比较好 在美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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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美国的增长 只是费量不仅仅 在费量上满足 所以这会被费量 向食物所调行 作为费量拥有 安全需要 包括规则所调行 所以这一段时间 这会继续 发生了很多不一定 如果危险地上升 危险你的货币 像货币的货币 常常占占 老师说像美国的经济衰退 会引起全球 尤其是台湾的经济衰退吗 这个循环泡沫 至少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落顶 美国的经济如果衰退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进口国 有很多国家对它都是 贸易的顺差像台湾 来向中国大陆 所以一旦它进入衰退 它的进口一定会大减 所以在这个时候 凡是过去靠着对它出口 来维持经济成长的国家 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台湾 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个人的感觉是 我们正在进入变化 可能现在我们在 一开始的时候 很难知道 如果我们在进入 一开始的时候 历史上看起来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对 这些国家的经济 都很困难 有些国家的 军队 都会在我们 专门上的 势力 在我们 势力 转弃 所以 很难 认为我们 没有变化 所以台湾跟中国大陆 都要防备就是 如果美国真的 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假定 不能够保持下去 我们要靠什么来维持 经济成长 至于说它的衰退 会保持多久呢 通常就是如果这是 因为生息所造成的话 这种衰退呢 可能会引发它的这个 政府的高度的关切 所以它会施压给联总会 所以联总会呢 常常在这个压力之下呢 就会迅速的转向 就把它的生息呢 转向到 降息 那原来缩表呢 也不缩了 又开始又宽松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的经济衰退呢 很快就停下来了 因为这次的衰退 如果不是因为 像过去能源维系这样的因素造成呢 而是人畏力量把它引发的话 就可能用人畏力量呢 就很快的就把它压制下来 所以可能不会很久 好像像通货膨胀跟经济成长 以目前现阶段来说 美国政府可能会觉得 把通膨压下来会更重要 现在通膨是头号公敌 所以一定要打通膨 因为现在通膨已经变成民怨之首了 如果通膨打不下来 那拜登大概 他的这个 连任啊 他的其中选举都会完全失败 可是如果打通膨 结果还没有把通膨打下来 经济衰退了 那对他打击也很大 所以他大概应该是希望就是 赶快把通膨打下来 然后打下之后呢 再把他的全部的力量拿来去提振经济 让经济衰退呢 那个赶快恢复 这样的话就两千七美了 至于说这个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得成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在想说他六月七月 这么急速的升息 大概是因为通膨数据很惊人 所以六月七月赶快升多一点 然后九月因为已经靠近 那个其中选举 然后就可以升少一点 然后股市看起来就会上来一点 然后对他的选票就会有帮助 对 因为如果他能够在这两个月 就把通膨从8%降到7% 6% 他已经算很成功了 到那个时候呢 他也去把脚步放慢 然后开始呢 用别的方法来刺激经济 就使得通膨跟这个经济的繁荣 两者可以得监 所以算了 那是一个优优的优优优独 就是尽管会 对加上优优独的优独 没有放入膨领 那么不放入膨领 你会进入了 这种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或者是一个优独的优独 那么那是优独的优独 那么你统独的优独 就会托到购书 对吧 就是一个优独的优独 专业的优独 就会托到购书 了解 河优独的优独 优独的优独 优独的优独 without bringing demand too far down 观众有问到说 提升进口关税对于国内就业率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另外降低出口关税 是否会导致国内通膨的产生 其实提升进口关税 就是一种保护政策 对不对 它的保护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使得原来的国内的某些产业 它不至于受到外国的竞争者的威胁 所以它的在国内的市场的占有 就可以扩大 所以对这些产业来说 当然好事情 它不但它可以赚多少钱 而且它的员工 它的就业也会增加 所以的确对就业有帮助 可是这种保护政策 通常对整体经济是有伤害的 所以整体经济可能会因为它伤害 而使得整体经济的成长动能 可能受到一些损害 那就会影响到其他的行业 就有可能使得它的就业 又受到一些损失 另外就是如果它的保护的产业 是某些进口的原料 那这些进口原料受到保护之后 那就会使得这些进口原料 它在国内可能它的成本会升高 成本升高之后反而会使得 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会升高 这个反而会让国内发生通货膨胀 可能也不见得是好事情 就是说降低出口关税 这个是很少国家这样做的 因为现在出口关税 导致国内通膨产生 好 降低出口关税就是鼓励出口 你鼓励出口 当然国内的商品就减少了 而且你出口之后 你会换来很多的外汇 而且外汇就会使得 你的国内的货币增加了 所以当然这两者都是让通膨上升的原因 还有观众问到说 马斯克预言今年会金融风暴 其实那时候拜登听到他的话就好生气 就是讲说人家福特都增加了员工的聘用 然后你在那边跟我唱谁 然后他就有讲到说 那现在来看的话 有几个现象 就是半导体需求的回落 库存偏高 那亚币的净扁 加密货币的崩塌 美国房贷利率超过4 那明年有可能会到7 那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像马斯克说的 会有金融风暴的可能呢 我认为在某些时候 我认为在某些时候 我认为在某些时候有变化 我认为那是更可能的 当然这不是确定 但它显得更可能的 马斯克本人他的预言 通常会跟他本身的行业有关 那他的行业最近表现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这个电动车的竞争者越来越多了 所以他已经开始在裁员了 好像现在已经裁了全球裁了14% 所以他预言他本身的这个行业在衰退 我想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预言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到全部的产业呢 这个其实要还要观察 他讲的那几个原因当中呢 有一个呢是很确定就是加密货币崩盘 加密货币崩盘这个我们已经很明显看到了 尤其像这个比特币他已经崩了大概三分之二了 以太币也崩了三分之二 情况都非常严重 而且马斯克本人呢 最近呢被人家告了 因为他一直在操作这个狗狗币 现在有人要求他赔偿这个2900多亿的美元 因为他操作狗狗币让大家受到损失 这个官司 能不能成立还不知道 但是好像有一点可能性 因为他操作狗狗币的这个手段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 所以说不定会到位他会被告 说不定会赔上一大笔钱 那至于说是美国的这个房贷利率会上升 也已经发生了 我刚刚说有些地方已经升到6%了 而这个房贷利率上升到6% 那表示他已经加倍了 那他加倍之后呢 当然这个房屋市场呢 可能就会突然之间就会衰退 甚至崩盘 那至于说半导体这个呢 这个倒是也是事实 就是在前一阵的半导体在紧缺的时候 各国都在非常努力在加紧 在开新厂 在加紧增加产量 所以半导体现在 如果他需求没有大增的话 他的确有生产过量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讲这些原因呢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但是他并不是涵盖全面的 因为加密货币的影响范围很小 就是投机加密货币的人 然后房贷呢 也是一部分人 至于说这个半导体呢 也是一部分的行业 所以至于整体进去会不会衰退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是呢 当他当美国联统会呢 他以这样激烈的手段在升息又缩表 有可能在某一个时点会导致衰退 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衰退 有个观众啊 他有提到说 那个在英国伦敦买房的前景 然后今年跟明年 那小编是有在下面 就是回这位观众说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老师也没办法针对说 你哪一个国家的方式去做一些 就是研究 因为有很多需要的数据 我们才有办法看那个趋势 那不过可以请老师讲一下 目前全球在这个升息 然后疫情 还有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二物战争之下 那这两年 房地产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吗 房地产走势 我们刚刚讲 头一个重要的变数就是利率 利率如果继续升高的话 那么对于当初这个 以低利率 这个购买房屋的人 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第二就是 当这个利率升高 又加上缩表 资金开始收缩的时候 这个全球的这个资金水位降低 资金水位降低 所以投机的市场 通常受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其中就包括股票市场 跟房屋市场 我们肯定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 现在 如果你看到 什么在第一个月的 第一个月 而被重啊 就像在货币的高额 可以持续高额 有些需求的叫做 高额的资金额 影响住居住 他们影响住 执行客人的花费 在审划内的材料 当然 这可能就够到 再放进第二季质量的货币 一个货币的货币 那我们会变成两两个货币 的货币 对房屋市场的房价 是一定会往下掉 可是在房价往下掉之后 它还要详断到一个因素 就是建筑成本是不是在升高 如果建筑成本升得很高 而这个房价又不能够不降低 中间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很多建商可能会倒闭 房屋的建筑可能会减少 那这样的话 又可能会使得房屋的供给减少 所以房价也可能会持稳不变 这个因素可能要细细地去观察 至于乌俄战争等等 这个因素其实是在慢慢减缓 那疫情也慢慢在减缓 所以这些都可以不去考虑了 老师刚刚讲到说 整个资金都一直在紧缩 像美国是缩表 而且欧元区现在也是开始缩减购债 所以变成是说资金变少的时候 对于房屋市场来讲 它就很难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所以可能在今年跟明年上面 看起来升息跟资金紧缩的部分 是很难能够面除的 所以大家在房市的前景上面 可能就是要采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应对 除非就是缩表跟升息 很快就带来经济衰退 那个时候可能升息的这个动作 就会放慢 甚至会反转过来变成降息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房屋市场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机会 因为经济衰退了 房屋市场不会繁荣的 所以可以说现在全球的房市 应该就已经在高点 然后可能持平 或者是有可能往下 它要再继续往上涨的 几率其实是比较低吗 我想往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有个观众有讲到说 某一个国家它的债务值利率的波动 对于那个国家的汇率货币升贬值 还有信用评级等等 甚至其他层面会造成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吗 它的国家的债务值利率波动 比如说公债值利率上升 通常公债值利率上升 它就代表就是 大家要买公债的这个金额减少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两个是反向 大家要买公债的金额减少 什么原因呢 通常都是因为它预期市场利率要升高 所以如果大家预期市场利率要升高 所以它减少购买公债 公债值利率升高 那表示市场利率正在往上升 如果市场利率在往上升的话 后面的结果我们就都知道了 就是它的货币会升值 它的房屋市场可能会受到影响 大概就不用再多赘述了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有讲到说那个美国缩表向市场抛售国债的时候 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准备金的账户没有下降 那这些国债是谁承接了 然后如果市场没有人接的话 会是谁来买单呢 其实所谓说表就是它把这个联邦准备银行里面原来购买的国债 它不要再增加它的购买 它要减少它的持有量 对不对 而国债呢 而国债呢 都不是无限期的都是有期限的 所以国债呢 它们都是分批会到期的 那原来它在这个持有它的这个国债的资产 总量不变的时候呢 就是到期了 我就再补一批国债回来 那现在 它说我现在要减持国债 我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到期不补 其实到期不补就没有谁来接手的问题 这个持着水呢 变钱 就它扬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在恶化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震惊周报 我们在搜封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雾化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